沉默成本什么意思? 沉默成本是至以往发生的,但与当前决策无关的费用。 沉默成本常用来和可变成本做比较,可变成本可以被改变,而沉默成本则不能被改变。 沉默成本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策划或决策失误,前期调研,评估,论证工作准备不足,造成中途出问题而无法进行下去, 危机处理能力不足或措施不当,使势态,扩大及蔓延等。 沉默成本往往是由合作方或供应链的上游和下游中断合作引起的,减少沉默成本的方法是尽量避免决策失误。 决策者要从技术、市场前景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,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确保交易的连续性,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。